大家好,我是尔湾地区的地产经纪人高燕 每个月的例行对尔湾周边地区市场数据进行梳理和总结 过去的10月份,现象总结如下 第一,尔湾及周边房价与去年到今年初的火爆行情相比 已有回调趋势,但是仍明显高于去年同期 市场房源,叫价仍然是基于前几个月的行情和高通胀基础上 短期内没有迹象表明会回落到去年同期价格的以下 第二,成交周期放缓,尤其是目前处于感恩节 圣诞新年节日前的周期性淡季 成交周期基本回复到必经前的成交速度甚至略缓 第三,刚需客人仍然在进场,考虑到股市动荡和房租同样飙升 现在也是房源多,便于挑选的有利时期 刚需客人会考虑进场购买,用贷款利息付出换房租付出 在明年利息回落时候进行再贷款以规避高利率 数据一,过去五年加州房产价格变化趋势 这是从2017年1月到2022年10月,整个加州地区,房产价格的中位数 之前的五年,每年都在温和上涨,以通胀率高 这说明房产投资是跑赢通胀的安全的投资手段 从整个加州看,目前价格仍高于整个2021年的最高价格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100分号 房价在2022年4月达到高点 从价格上看,10月份房价比9月下降了2% 数据二,过去一年加州吉尔湾房价走势图 这是从2021年1月到2022年10月 整个加州吉尔湾大于等于三个卧室的独立屋及康豆的价格中位图 相比去年1月,整个加州的涨幅18% 尔湾从100万涨到141万,涨幅41.1% 相比去年10月,整个加州的涨幅1.9% 尔湾涨幅13.7% 尔湾房价的坚平 数据三,尔湾和周边城市森林湖、塔斯亭房价变化对比 尔湾、森林湖、塔斯亭是相连的三个城市 如果不考虑学区,森林湖、塔斯亭往往成为尔湾的替代品 从2021年1月到2022年10月 再大于等于三个卧室的房子比较 相对于去年10月,尔湾上涨13.7% 森林湖上涨12% 塔斯亭为11.1% 10月相对于9月,森林湖房价反弹 尔湾、塔斯亭下降 尔湾、森林湖房价仍高于2021年全年的最高点 塔斯亭比2021年的最高价略低 数据四,每平方尺均价的变化 以尔湾、塔斯亭、森林湖三个城市 每平方尺单价比去年同期 尔湾学区上涨了12.9% 森林湖上涨了18.4% 塔斯亭上涨了14.8% 10月比9月每平方尺价格森林湖出现了反弹 尔湾、塔斯亭下跌 尔湾、森林湖的每尺单价仍高于去年的最高价 塔斯亭的价格已经低于去年的最高价 数据5 过去一年加州及尔湾房屋销售时间 从上市到签约的时间 这是从2021年1月到2022年10月 灰色线是整个加州 红线是尔湾地区的 2021年1月 卖掉一栋房子平均需要12至17天时间 10月平均需27天 10月相比9月 销售时间在增长 说明市场热度在下降 数据6 市场上可受房源变化 以尔湾、森林湖、塔斯亭三个城市为例 这个数据显示市场上可受房屋数量变化 在2021年 市场上可受房源持续下降 从2022年1月可受房源持续增加在6 7月最多 8、9 13个月房源并未大幅度增加 房屋集中上市的现象没有出现 数据7 每月交易完成数量变化 以尔湾、森林湖、塔斯亭三个城市为例 自2022年3月以来 每月交易完成数量持续下降 尔湾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2.9% 森林湖和塔斯亭分别减少了50% 交易周期变长的现象看 买卖双方都在等待 数据8 什么样的房子最值得投资 这是从2021年1月到2022年10月 尔湾、不同房间数的房屋的价格变化 相比较去年10月 两个卧室上涨5.9% 三个卧室上涨0.8% 四个卧室及以上上涨17.6% 10月比9月 各个户型的房屋价格都在下跌 但四个卧室及以上的房屋下跌的慢 由此看出 大于等于四个卧室的房子具有很好的抗跌性 数据9 买卖双方的弹价能力变化 重新进入还价区间 这是从2021年1月到2022年10月 尔湾地区 各个最终成交价和卖家要价的比值 通常情况下 买家会在卖家报价的基础上还价 最后成交价往往是报价的97%左右 经过一年多的疯狂加价后 目前平均最终成交价是卖家要价的95.6%左右 结论 尔湾周边的房源价格受高通胀和疫情后 好地区的选择等多因素影响 仍在历史高位 但已回到买卖双方合理溢价区间 刚需客人正常进场 尤其对全款客人是非常有利的购房时期 贷款刚需客人会衡量高房租和高利息 做出自己的取舍 而投资房 用贷款的客人都在持币观望 等待明年利率回落时再杀回 市场上仍然是四卧为主力户型 有院子 位于成熟社区 学校配套方便的游受青睐 可见疫情后 大多数人都已经调整了自己对房屋的喜好 我是尔湾地区的地产经纪人高燕 我们认真专注 是房产投资的好助手 我们反应迅速 排油解难总在您左右 大家如有房产需求 请联系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